陛下, 郭貝妃今天已經是第三次請見 不見? 是 陛下… 陛下, 你沒事吧? 陛下 太医, 孫太医 陛下 請把陛下的膳食單拿過來 太子妃, 太医已經查驗過 膳食內並無賭物 皇后娘娘, 所有膳食 神已經仔細檢查過 並無不當之處 陛下今天突然分決 怕只是舊侄復發而矣 小君陛下龍體, 不可興忽大義 善食武道, 不代表他們沒有過 食材跟中藥一樣 如果彼此相沖, 則有害而無利 還要仔細查驗, 才能得出結論 你說這樣應該如何是好? 這道八珍膏是誰做的? 回太子妃, 八珍膏是奴婢做的 這道八珍膏之內用了什麼食材? 民間的八珍膏是用懷山藥、白扁豆、蓮子肉 還有復齡、二米、磁石、山楂和墨牙 宮廷的八珍膏 就是依照太醫院開的藥膳方 需要把最後兩味換成檔心 還有陸容 糊塗 我… 母后, 我剛才查驗過 父皇日常所用的藥膳方 方內皆含靈芝、陸容、檔心 藥兩對一個病人已經足夠 如今上食局的女廚對藥裡一枝半戒 竟然都敢輕易動用藥膳 父皇疲虛體藥 如此一保再保 自然因為過保而生病 皇后娘娘, 陛下近日龍體欠戒 上食局自然謹慎行事 藥膳明錄先報上太醫院 由太醫院開出藥膳方 施藥師配出藥膳 應該用什麼藥 用多少藥, 全部有記錄 絕不敢有任何差錯 太醫院施藥師的人都要一併責罰 明知父皇虛不受保 還憑上食局製作藥膳 尤其是陸容, 體質虛弱的人 一旦服用過量, 只會氣血過性 甚至會出現吐血分厥之症 以我看來, 這次製作白真膏的人 唯有一火味上之心 傳言不顧父皇的龍體 實在應該重重懲治 你們知罪嗎? 還不向皇后請罪? 皇后娘娘, 陛下喜食婚腥, 脾胃不條 太醫為了替陛下保抑身體 經常開大量補藥 餘、陸容、人心、靈知等物 正如太子妃所言, 補品過量也會傷身 但是, 宮中所有的藥膳 以至用量多少, 都是由太醫院議定 加上, 藥膳之內有很多珍貴的藥材 為防他人道士取利, 還有專人監督 所以… 上食局決定不了藥量 你們就可以推卸責任了, 是嗎? 所以, 奴婢特意在用心之時 將人心揮過時辰, 基成碳狀 還靜靜在開麵團的清水之中 加入生蘿蔔汁 生蘿蔔汁? 是呀, 桂妃娘娘 生蘿蔔汁性良 又可以化痰消滯, 清熱解毒 還可以下氣 化解了補品之中過猛的藥性 蘿蔔本身還可以消食開胃 對陛下的身體絕對是有益無害的 所以, 陛下此番發病 定與百真高無骨 這樣說的話 你是明知太醫院給的藥膳方不妥 還隱匿不補? 為何要隱匿實情? 別扶了, 報報參附著, 熱 你曾經在朕面前直言相隔 但既然有如此氣怕 為何不敢將實情告知所有人 回陛下說話 百真高的善芳之內添有補品 確實對陛下有補益身體之效 本身並無過錯 只是先前陛下堅信 若方內添有人心六容才有藥效 一眾太醫不敢誤逆上義 方有服用過量之憂 若奴彼如實品部, 極意引起誤會 萬一出了什麼差錯 會牽連很多太醫 還有施藥師的一眾醫慮 倒不如先以擋心六容來補充元氣 再用羅伯來理氣 那就不會棄滯生病了 作為一個炮廚 不只可以製作精美的善食 還善解人意 辦理事上來, 還如此有張法 作為一個私善, 真是委屈你了 殿下, 此刻這個時辰 太子貧在殿內等著你 殿下 是好酒 有大人月下毒喝 可惜朗月不解喝 何不讓我做你的酒友 殿下, 你不可以喝 你有傷在身 人人都說 殿下, 燒酒烈盛, 醉而少有 一人獨著, 燒酒醉戒 不過, 難得遇到同道中人 我喜歡 殿下, 你今晚不可以醉 我吃雲粥 好, 雲粥 殿下, 尚完宴上 我看你武藝非凡 令我切磋一意 殿下, 微神不敢 殿下, 小心 好, 燒酒 好, 燒酒 好, 燒酒 好, 走 快點 你… 你的奏章我看過了 大膽 殿下, 你舊傷又裂開了, 怎麼辦? 微臣無蹤, 望殿下輸出 切磋而矣, 刀劍無顏 又怎會怪你, 快起來 殿下歡惶大量, 神感激不盡 不過你剛才說… 我說你的奏章, 我也看過了 自任職以來, 你向王爺爺和皇上 都上過不少奏章 無論是艷徵, 曹雲, 碎法, 海防, 軍事 竟然都有所涉獵 而且自治朱基, 切中事弊 只可惜, 這些奏章都被扔到一邊 竟然沒有人認真看過 你看我們兩個病人, 連打架也不痛快 等你傷勢傳遇之後, 我們再避 是 大人, 你也受了傷, 沒事吧? 大人 大人 太子彭, 不可以這樣 你不要急, 殿下很快就會來了 聖上龍體欠安 太子向來成效, 自然心急如焚 如今這個時候, 總必有心情立非 太子不會來了 阿朗, 你們各自回去休息吧